1999年對賽車迷來說 都可以說是一個令人懷念、令人興奮的一年 這一年,利曼24小時 有一個可一不可在的陸廠大戰 F1雖然米高舒默加在季中受傷 但就製造了近代小健的總冠軍大亂鬥 再次要鬥到最後一場才可以分勝負 而大海的另一邊 美國的Card FedEx Championship Series 即是Indica當時的一個分支 就有兩位年輕車手 為了總冠軍的榮譽 由季初鬥到季尾 而兩位車手日後都會成為明星級的冠軍車手 不過令人懷悉的是 這個這麼精彩的賽季 最終他因為發生連串的悲劇 令這個賽季蒙上陰影 這次就讓我來講一下 1999年Card FedEx Championship的賽季 以及兩位名日之星 來自哥倫比亞的Van Pablo Montoya 以及蘇格蘭的Daryl Frankitti的巔峰對決 不過在開始之前先做個宣傳 這個頻道主要是會講述有關賽季運動的新聞 唱文故事和相關的資訊 如果覺得好看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按下過來的鈴鐺搶先看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1999年的Card FedEx Championship 是自從1996年Card和IRL分裂之後的第四年比賽 這個時候Card仍然擁有全美最頂尖的車隊 以及世界各地的頂級車手 加上有比當時F1更大馬力的賽車 又會在多種不同的賽道比賽 令賽事在美國甚至全世界都十分受歡迎 1999年的賽季陣容比較特別 因為今年是沒有遺免總冠軍的車手 97、98年兩屆總冠軍Alex Nardi 因為受到F1威廉士車隊的賞識 在1999年回歸F1 他在Target Trip Ganassi Racing的四號車的空缺 就會由威廉士當時的試車手 當年23歲的Wan Pablo Montoya 取代 所以可以算是威廉士車隊和Ganassi車隊交換車手 雖然Montoya當時在美國還是名不經轉 但其實他在歐洲已經被認為是明日之星了 事關於他是1998年的F3000總冠軍 實力和速度都是無庸置疑的 不過他就算效力連續三年得到總冠軍的 Target Trip Ganassi Racing 在人生路不熟的美國 大家都覺得他需要先學習 才可以有成績 而至於這一季的另一個主角 是效力Tim Kugrin 駕駛27號車 當年26歲的蘇格蘭車手 Daryl Frankitti Frankitti早年曾經是平治在舊DTM的車手 成績都不錯 但在1997年由於舊DTM取消舉辦 平治就將他派到美國參加Card 第一年雖然成績不太好 不過就多次在排位賽有好的表演 但他在第二年加盟Tim Kugrin之後 在季尾成為唯一可以在街道和普通賽道 有力挑戰Alex Sanardi的車手 因此今年也成為冠軍熱門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兩位主角效力不同車隊 但他們都是用Rainard的車架 Honda的引擎 除了兩位主角 今年的車手陣容實力都十分之厲害 有前冠軍Jimmy Fazer 和Michael Adretti 也有神經都的加拿大幫 Paul Tracy 還有Greg Moore 也有未來的冠軍車手 Joe Deverem Tony Gennart Helio Castroneves 也有前F1的車手Max Pappers Mark Blundell等等 1999年的賽季 一共有20場比賽 其中有9場OVO 7場街道賽 4場普通賽道 3月會在曼雅密開幕 10月尾會在加州完成 這季的賽事究竟鬥得有多精彩呢 就讓我們來一起回顧一下吧 其實在1999年賽季開季的時候 我們有兩位主角都未上力 在第一站的邁雅密 以及第二站日本茂木雙環之後 領先的車手反而是 加拿大的年輕車手Greg Moore 歸初這一段的好表現 令到他比美國最成功的車隊Pensky看中 2000年他就會為他們出戰 回到我們兩位主角 Darrel Franchitti 總算都叫做可以在上游完成 但Montoya好像有點水土不服 頭兩站只有一次的第10名 更加在日本站練習的時候 和Michael Andretti相撞 被這位老前輩猛烈評擊他的駕駛風格 更加引發Andretti的車隊老闆 Karl Haas 向Montoya的車隊老闆Jip Ganassi 扔雪卡的事件 但是到第三站 長攤的街道賽 他就立即反底 在一直領先的Tony Canard撞車之後 Montoya就帶到終點 在這場經典的街道賽裡面 得到他在卡的首個分站冠軍 表現令人刮目相看 也能令之前批評他的人收聲 而想不到的是 他在第四站 以及第五站巴西里約爾內奴站 都接連拿到冠軍 取得分站的三連勝 值得一提的是 這兩站的賽道 都是OVO賽道 是他以往從來沒跑過的 可見他的適應能力又多高 更加恐怖的是 他在這幾場都不是僅成 而是幾乎以由頭大到尾的姿態贏出 連贏三站之後 他們都理所當然地高居車手積分榜的榜首 他們都從一位新秀 變成一位冠軍的大熱門 不過我們的另一位主角Fran Kitty呢? 雖然他沒有好像Montoya那樣光芒四射 但他就默默地在後面穩定地拿分 前五站有三站都可以帶入三甲 結果在第五站 就已經爬到總成績的第二名 落後Montoya15分 卡的分站冠軍有20分 加上領先圈數最多 以及排頭位可以拿額外的分數 一場比賽最多可以有22分 所以即使Montoya連勝 Fran Kitty現時仍然都不是落後太多 這兩位主角有到終於歸位 開展他們一整季的追逐戰 在賽季的第六七站 Montoya沒有辦法延續他的連勝 更加有一個小低潮 而Fran Kitty就繼續有穩定的發揮 令Fran Kitty已經追到和Montoya剩下兩分的差距 不過之後在波特蘭 以及在克里夫蘭的賽事 Montoya獲得一貫一押 重返勝軌 雙分Fran Kitty在克里夫蘭的賽事 因為基建故障而退出 令他一下子落後Montoya27分 更加一度比其他車手在積分榜超越 之後下一站的Road America 兩位車手都因為基建問題而退出 但是到第十一站多倫多的街道賽 Fran Kitty知道自己的機會來了 因為他在98年在街道賽的成績 是所有車手裡面最好的 絕對是街道賽之王 而且多倫多站更加是他首次排頭位出賽的地方 絕對是有把握贏的 果然他就在這場比賽得到冠軍 更加連排頭位和領先最多圈的分數都得到 豪取22分 雙分Montoya 他因為跟其他車手相撞 結果要退出比賽 一分都得不到 Fran Kitty就即時將式分差距 收窄到7分 第十二站來到物資根的Super Speedway Montoya和Fran Kitty都在前列的位置 但到最後一個圈的時候 領先的是意大利的Max Pappas 正當評述員都以為他可以奪冠之際 Max Pappas 將來成為第一次選手 這年一定會這樣看 他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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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n 叫Papp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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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n 在最後一個圈子沒有油 後上的Tony Canard 想魚人得利 但Montoya 竟然想從後居上 最終只是輸0.032秒 不過不要緊啦,他跟Frankity的分差再次拉到雙位數 去到第13站,是底德律的街道賽 Frankity心想這裡應該是自己的主場吧 但Montoya比他自己更加快 成功拿到排頭可以的資格 更加在賽事的初段一直領放 可惜在一次安全車的時段裡面 Montoya收不到車隊的指令,未能及時入坡 而其他車手都趁機入坡換他入油 令Montoya即時失去領先的優勢 去到Montoya入油的時候,他已經落後了 想追上前車的時候,更加跟Morlino相撞 失去更多位置 咦?Morlino?這個名字有點熟 喂喂喂,你不是不記得吧 他不就是Andrea Moda車隊的車手吧 回到Montoya,他今場的惡運還未完 在最後幾圈,他竟然在安全車情況之下被Hello Castroneves 鎖 結果無辜辜地退出比賽 冠軍就順利由Frankity拿到 這一站的總成績形勢逆轉 Frankity以136分,反壓Montoya的131分 賽季還有7場比賽,他們之間的競爭也都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Montoya雖然被Frankity奪去領先的地位 但在之後的俄海鵝站以及芝加哥站都成功奪冠,重奪榜首之位 但Frankity在這兩站都有好成績,令Montoya都只能領先4分 在到第16站,是加拿大的溫哥華站,再次迎來賽季的重要轉戰 Montoya和Frankity兩位車手,佔據頭兩名 Montoya在這場雨戰中稍為佔優,一直領先 但賽事中後段一次安全車之後,Frankity找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Frankity想在這個彎從內線超車 但失控與Montoya相撞 Montoya沒有受影響,但Frankity撞車 及後雖然能夠成功維修好繼續比賽 但最終只能以第10名連勝 相反Montoya就再次奪冠 在這個賽季第二度得到三連冠 這個時候,Montoya立刻把分數差距拉到23分 賽季剩下4站 看來Montoya只要穩定發揮,就可以順利拿到冠軍了 第17站的賽事來到加州的Laguna Seca 然而在比賽之前發生了悲劇 1998年的F3000貴軍 烏拉龜車手Gonzalo Rodriguez 在排位賽的時候 在賽道最著名的彎道Cross Crew 失控撞難 撞擊力令到他的頭顱底骨骨折 當場喪生,享年28歲 賽事就在這片仇魂橡舞當中舉行 這場比賽,兩位主角都失準 Montoya只得第八 而Frankity更加跟Greg Moore撞車 早早就退出比賽了 賽事剩分三站 Montoya領先Frankity 28分 應該就可以順利奪冠了 第18站是侯斯頓的街道賽 雖然Frankity是去年的贏家 但這一場再次由Montoya排頭位出賽 只要他贏出,而Frankity排第六名之後 Montoya就可以順利奪得總冠軍 正當大家在看Montoya可不可以在今場奪冠的時候 再次發生戲劇性的一幕 那時Helio Castroneves發生意外 但一直領先的Montoya竟然沒有留意 直接撞過去 即時要退出比賽 Frankity因此又得到一個從後追上的黃金機會 但他的隊友Paul Tracy 沒有讓出的冠軍出來 令到這一場Frankity只有得到第二 不過就已經成功追近了分數 但主導權仍然都在Montoya手中 第19站的賽事 來到澳洲昆斯蘭的黃金海岸 這次排頭位的是Daryl Frankity 但總成績Montoya仍然都有很大的優勢 但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Montoya再次犯錯 再次發生意外退出 令到他的領先優勢一掃而空 Frankity這場更加全取22分 令到他在最後一站之前 反壓Montoya 209分領先Montoya的200分 得到總成績爭奪戰裡的主導權 賽果的最後一戰將會在加州的Super Speedway舉行 兩人的大戰也都會在這裡決出勝負 1999年10月31日 星期日 是1999年卡賽季的最終戰決戰之日 總成績領先的Daryl Frankity在這一場 只要以第三名完成 就可以確定勝出車手的總冠軍 而Montoya就必須要在前六名完成才有望 但這場比賽兩人的戰鬥力都不是太好 在排位賽Montoya只有第三 Frankity更加只有第八 看來這場不會只是這兩位車手的對決 其他車手絕對可以搞局 這場除了是這兩位車手的對決 這場世紀末的賽事 亦都是多位傳奇車手在Kart的最終戰 包括今場排頭位的Scott Pourett Robbie Gordon 還有兩屆總冠軍Al Ernst Jr. 最後一次為Roger Penske出戰 而這一隊車隊 將會在2000年迎來兩位實力的車手 Jill de Ferrand 以及年輕的加拿大車手Grad Moore 這場賽事並未如預期一樣 是Montoya和Frankity的正面對決 相反Frankity明顯速度較慢 加上維修站車隊人員的犯錯 令到他落後了不少 但他仍然都在第十名 只要Montoya不可以進佔前四名 就仍然會是Frankity拿冠軍 賽事進入最後十圈 Montoya要入油 令到他跌落第五名 而Frankity就進佔第九名 這個時候的位置 足以令Frankity成為冠軍 但Frankity在最後六圈的時候 都是不夠油完成要入油 成績跌落第十名 與此同時Montoya也成功進佔第四名 兩位車手就以這個名次完成賽事 那究竟哪一個是冠軍呢? 212分 兩位車手同樣得到212分 不過Montoya由於得到過七個分站冠軍 而Frankity只有三個 Montoya就因為分站冠軍數目較多 於是就在同分的情況之下 成為1999年Card Fetius Championship的全年總冠軍 而正當Montoya想開始慶祝的時候 車隊經理Chip Ganassi為他帶來一個壞消息 原來在賽事的第九圈 最後一次為Forsight Racing出戰的Greg Moore 在2號灣失控 賽車高速產上草地 令賽車翻滾起來 車手頭部方向直撞防護牆 其實直播的時候旁述 以至觀眾都知道空多吉少 果然在賽事期間 大會已經宣布 Greg Moore已經在意外之中身亡 享年24歲 不過為了不影響一眾車手 車隊人員都只是在賽事完結之後才通知車手 Montoya就在經歷得到總冠軍的狂喜之後 即時陷入失去同業的悲傷之中 而Frank Kitty也不在乎失去了總冠軍 因為他失去了賽場上他最好的朋友 這個鬥得這麼精彩 這麼戲劇性的一個賽櫃 結果一切都變得不再重要 最終只能夠在默哀的直證之中完結 這個賽櫃之所以這麼令我印象深刻 除了因為兩位定級車手的對決 以及多場精彩的賽事之外 這個更加是我首個追的卡 或者IndyCar的賽櫃 如果有看我介紹1998年F1賽會的影片 就知道我之所以可以在當年看F1 是因為我短暫搬到有衛星電視看的地方才可以看到的 那在搬到原本的住處之後 我唯一可以看到的 就只是ESPN會報的卡的比賽 記得當時 我經常都凌晨兩三點看比賽 我老爸老母應該都頗不滿的 值得一提的是 當時卡的比賽 是有廣東話評述的 分別是李宗文先生和江宗德先生的旁述 雖然可能未必是最專業 但都已經幫助到我去認識這班車手 以及這一行賽事 特別是教曉我怎樣看OVO的比賽 回到兩位主角Montoya和Frankity 這一年他們的對決真是十分精彩 而且由於當時兩位車手都還是較為年輕的車手 表現還未好穩定 還會出現不同的犯錯 但正正是這些失誤才令當年的這個對決充滿變數 兩位車手互有領先 也都曾經犯錯或者意外而失去領先的優勢 雙方都有叫虎奪冠的時刻 也都要鬥到最後一刻才可以分出勝負 不過以傳貴的表現來說 都還是Montoya的速度和表現略勝一籌 而且也都因為他這一年的表現 加上在2000年再贏出Indy 500 令到他可以在2001年登陸F1 加盟BMW Williams 也都成為當時米高舒默加的其中一位勁敵 而Daryl Frankity就繼續留在美國 並且在日後成為四屆IndyCar總冠軍 以及得到三次Indy 500的冠軍輸位 1999年的賽季 可以說是這兩位日後是明星級車手的一個試練 也都為我們帶來一個極為精彩的賽季 可惜的是這個賽季 他因為Gonzalo Rodriguez以及Greg Moore的死亡事故而夢想陰影 特別是Greg Moore 因為當時他只有24歲 但就已經是賽事的冠軍常客 十分之受稱為歡迎 本來他會在2000年加盟Pensky車隊 Depensky車隊也都在2000年得到總冠軍 取代他的Helio Castroneves 也都成為了三屆Indy 500冠軍 不禁令人聯想 如果Greg Moore還在世 會不會就是他得到這些榮譽呢? 不過正如我在Dan Weldon那段影片說過 這個世界沒有如果的 各位珍惜當下 珍惜眼前人 今期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我知道只要我做不是F1 或者不是近期消息的影片 感覺就肯定不會太高 不過說真的 我比較喜歡做這些故事的 希望大家也喜歡 並且會幫我多些share出去 最後問一個握 comment的問題 你認為兩位車手 在同輝的情況下 以他們得到分散冠軍的數目 去定他們的勝負 合不合理呢? 如果不合理 你又覺得用什麼方法去分勝負 比較公平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come and like and share 三連再按鐘仔搶先看 所以要是subscribe這個channel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最後如果想贊助這個頻道 可以去我的description裡面 streamlab那條link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 我們下條片見